热点时评 中国特工密谋绑架自由亚洲电台漫画家 作者 自由亚洲电台 播讲 夏秋年 一个澳大利亚报道称 这一绑架阴谋中柬埔寨的太子集团为核心角色 中国公安部曾试图绑架自由亚洲电台漫画家变态辣椒 一位公安部叛逃者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化名为埃里克的中国公民 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四角方圆节目中透露 他曾在公安部担任特工 负责为警方引诱海外异议人士回中国 变态辣椒的真名为王立明 他是出现在公安部黑名单中的异议人士之一 埃里克在节目中透露 变态辣椒曾是绑架未遂或警方监视的对象 埃里克告诉王立明 王在2017年收到的东南亚工作面试邀请 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埃里克说 如果他去了面试 他就会被强行押回中国 王立明当时作为一名逃离中国的异议人士 在日本生活 王立明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我非常震惊 很害怕 如果我真的去了 我现在大概也不会在这里了 我都不知道我还在不在 王立明说 他曾认真考虑过去参加那场求职面试 但最终由于前往东南亚旅行的风险很高 所以决定拒绝 埃里克还透露 中国公安部曾试图利用高速发展的柬埔寨中资集团 太子集团来实施这场骗局 自由亚洲电台已证实了太子集团是用于招聘的公司 并且与这名埃里克有联系 自由亚洲电台在较早的一份调查中 掌握了该公司大规模犯罪的证据 该公司在亚洲各地设有办事处并仍在运营 此次未得逞的阴谋 乃是中国警方利用海外公司策划所谓工作陷阱 来抓捕海外异议人士的例子 39岁的埃里克表示 他在2023年初叛逃到澳大利亚之前 已经担任中国公安部特工15年 作为一名特工 他在一个名为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 简称一局的部门工作 其任务是渗透和追踪海外异议人士 自由亚洲电台无法独立核实他的说法 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透露 他向该媒体和澳大利亚情报机构 提供了数百份文件 证明了他故事的真实性 在某些情况下 特工被指示策划任务 将异议人士引诱到东南亚 因为在那里的海外警察行动更加自由 可以通过非法手段 将他们带回中国 2023年4月 美国司法部以一起跨国镇压案 起诉了40名中国警察 其中一些人隶属于一局 美国检察官将一局描述为 中国的秘密警察 其任务包括镇压和审查 政治意义批评 以及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 其他潜在威胁 埃里克说 他从2008年到2023年在一局工作 他的任务包括渗透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活动 并针对纽约活动家刘国凯等个人 流亡加拿大的艺术家画勇 现居澳大利亚的意见人士尹科 还有自2017年流亡美国后 一直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王立明 埃里克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我相信世界透明点好 公众有权知道秘密世界那些黑暗面 他解释了他叛逃的原因 并谈到了他之前的工作 51岁的王立明在中国长大 2011年 他倡导一人一票改变中国的漫画 让他首次被中国警察找上门 2014年 在一次与妻子的暑假旅行中 王发现自己被中国政府喉舌 人民日报贴上了汉奸的标签 随后几天 他的社媒账户和网店被关闭 所以他决定不再回中国 2016年11月 王在日本居住期间 收到了一条推特消息 来自一位名叫小杨的粉丝 他赞扬了王的勇气 并建议通过电子邮件进一步沟通 小杨其实就是埃里克 他被提供了金边的一套公寓 并以太子房地产集团的规划主管身份 来引诱王 我没有猜疑 王立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我当时大概看了他的推特记录 看起来就像他说的 是那种在中国所谓的 有点民主价值观 不太喜欢共产党的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小杨向王寻求公司产品设计方面的帮助 后来又给他提供了太子集团 全球创意总监的工作机会 在自由亚洲电台看到的一封电子邮件中 小杨将该公司描述为数一数二的地产集团 公司在慈善上十分用心 王申请并得到了太子集团 人力资源经理的积极回应 经理通过太子集团的官方电子邮件 邀请王先生前往柬埔寨面试 但王出于安全考虑拒绝了 随后他获得了在太子集团 台湾办公室面试的机会 我太太当时强烈反对 如果去面试就离婚 王回忆道 他最终拒绝了这个面试的机会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这位前人力资源经理 他证实当时他在太子集团工作 但表示不记得这件事 出于安全原因 自由亚洲电台没有透露他的名字 因为他声称不知道中国公安的诱补行动 太子控股集团发言人表示 我们坚决否认以任何政府或安全部门的名义 参与任何旨在引诱个人的计划或活动 太子控股集团是一家柬埔寨私营企业 与中国政府的任何部门都没有关系 如果之前与太子控股集团有关的任何个人 违反了我们的治理政策和道德标准 他们是独立形式 没有得到太子控股集团的授权或认可 然而埃里克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太子集团员工应该知道他们被用作中国公安行动的一部分 这家公司跟中国秘密警察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还说他们的大老板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 也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 王立明虽然没有参加工作面试 但无法忘记这件事 2024年5月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来到他在美国的家中 采访中记者安排他重新联系 并直接与已经叛逃到澳大利亚的小杨通话 我非常震惊 王说 小杨告诉我 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开会讨论的结果 他们为了这个行动开过很多次会议 甚至还派了一个特别小组去柬埔寨准备 王补充道 我问了小杨 他跟我说为什么一开始有把握把我骗到台湾 就是因为太子集团深度参与这个事情 他们有把握把我从台湾绑架到公海 自由亚洲电台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检视埃里克用于联系王的推特 以及电子邮件地址 发现这两个账户都是在2016年10月 埃里克开始与王立明接触的前几周创建的 电子邮件账户创建的IP地址显示它源自柬埔寨 研究中国安全行动的专家表示 东南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外绑架的重点发展地区 包括诱补行动 近年来 老挝 泰国 缅甸 越南等地发生了多起被受瞩目的异议人士被绑架案件 根据2005年叛逃到澳大利亚的前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分析 这些东南亚国家因地理位置靠近中国 且与中国政治结盟而受到中国安全机构的青睐 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 可以为安全机构的工作组提供办公楼或商业地产作为安全住所 因为这些在海外的绑架活动 一般不太敢住酒店 怕会有录像 陈补充道 在5月14日发布的声明中 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表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完全是捏造的 毫无根据的恶意诽谤 中国政府此前否认实施境外绑架 研究中国公安机构的专家指出 异议人士 特别是直接批评习近平的异议人士 往往是此类海外绑架的主要目标 然而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人 对亡案中夸张的绑架手法感到震惊 专家表示 在台湾绑架一名异议人士是史无前例的 这表明 中国警方在海外行动的大胆程度 是前所未见的 旅居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 流亡者郑文杰表示 中共的秘密警察单位 还敢在台湾实施这种跨境执法行动 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透过这些小的案例告诉我们 永远都不能低估 中共对外极权扩张的野心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 就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播出之前 埃里克发布了一个视频在社媒上 披露他的账户 以防止假账户进行网络钓鱼 他身着军装 站在森林里 称自己为前双面特务 他向中国政府表示 至于中国政府 当然知道我的真名 他们想公布随意 但我也会公布他们的人的身份 我希望尽快找到更多同道 埃里克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时 他说 先听从命运安排再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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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